音乐 音乐 的时候通常是我们叫牙范 牙范 蜻蜓点水式 就在这个泰国音的这本琴谱上 用你的大指 搭在你的中指的指腹 其他指头就自然放开 就自然放开 不要太僵 可能这个中指就会 出来声音就会偏硬一些 所以自然放在这里 自然放开 你看像一个兰花指似的 假设我们是二弦跟七弦 这个地方在这个七弦 这个地方在二弦 这个叫牙范 千万不要倒过来 你看倒过来的话 你这边碰不到七弦 这样过来 中指还有一种范音 就是单指的 我们叫典范 典范就是粉蝶浮花式 什么叫粉蝶浮花式呢 就是这个一只蝴蝶 要铺到这个花蕾中间去 可以这样 像梁小尹的起音的 第一个音就是这样 第一个音就是用中指 然后第二个音就换成名字 那有的同学会问说 我为什么一定要用指腹来按弦 那我侧过来按行不行了 侧过来按也可以 但是那你的声音就会偏薄 你可以这样倒 但倒过来有一个 你前面也看得到 这手型一个是不端庄 另外一个是你走弦的时候 没法走弦 就等于你走路的时候 没走稳 对吧 你看 这个手不好看 声音不好 还有一个就鼓琴里面 它有很多 你看像推出 这个叫推出的声音 像打鼓的那种 重中打鼓的声音 如果你撤过来怎么推 你看你推不出去 所以为什么一定 我们在弹琴的时候 我们要规范执法 规范执法的目的 不光是为了你做这一个动作 还要为你后面的动作 去做准备 这个是我们在讲说 终止按弦 就按音的时候 要正确按弦 要用这个指腹 不能东倒西歪 那第二个 这个犯音的时候也是一样 那有的同学问 老师我为什么一定要搭在那里 我不搭在那里行不行 可以啊 你就一个大子 一个终止这样犯 你看这声音出不来 它不够抱团 那么它两个是 你是你 我是我 它本身是两个声音是要达到一个和谐的 所以你的这个大指 在终止两个抱团之后 这个声音会比较干净 清澈 如果你说我可以 我那那我这边倒可不可以 这边倒也是有一点 好像椅子强的感觉 也是不够端庄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终止在这个指腹之后 应该是稍微偏右边一点点 你在我们在前面看 才是一个四指朝前的这个方向 如果你是这样的 这就倒了 好多人会 很多情友会 这样倒 它就只有 你就只有一半的指腹在琴弦上 那你的声音就会偏薄 就是你的指头跟琴弦的接触面太少了 中指泛音 首先我们看一下 触弦位置 中指的触弦位置 在指度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中指的触弦手型 用指度位置 轻轻放在一弦的七灰 好 第二步手型浴室 右手勾指法在一弦上准备 左手中指在一弦七灰准备 好 右手弹作的同时 左手清除对应灰位 听到声音后 左手随即离开琴弦 再看一遍 左手 在本节目结束之前 如果您感到满意 请订阅本频道 您的订阅就是对我每天努力 制作节目的最大支持 让我们一起传播真相 了解世界和中国真实的历史文化 和现实政治的进程 谢谢大家观看